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样 嚣张至极狂妄自大的鸡哥 凭借着高超的身手横行在美国西部的荒野中 这一天 他来到镇上那家最大的KTV 里面坐无虚席 热闹非凡 鸡哥一时兴起 想玩两把 可他抓起牌一看 通常就差点去世了 他想要放弃 但为时已晚 这里的规矩就是 只要看过牌就必须玩下去 那要是鸡哥不同意呢 生死看淡 不负就干呗 能用枪解决的事情 咱尽量就别动嘴呀 怎么样 这次连手都没有 就把对方干掉了吧 够牛逼吧 然而 就当鸡哥嗨班全场的时候 死者的弟弟就找上门了 你这个混蛋 竟然杀了我大哥 来来来 上枪 跟我到外面说话 没错 这就是西部牛仔的宿命啊 有事情从不报警 只比谁的命够硬的 但这小子哪里知道 鸡王也八只眼的厉害呀 随着手指被一根根打断 鸡哥的狗人手枪也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 现在他要表演绝火 镜像击杀 对方的心脏在左边 而镜子里的在右边 鸡哥又是背对着反手拿枪 这个难度极高 所以鸡哥一枪命中解决了这个菜鸟 鸡哥准备哼唱一曲 略表其恩义 但前方不远处却传来了悠扬的口琴声 眼见来者不善 鸡哥不敢怠慢 果不其然 来人正是黑风寨的八爷 他要挑战鸡哥的枪法 话不多说 鸡哥八爷 摆好架势 终极对决 一触几发 鸡哥难以置信地看着冒岩前后的弹孔 最终不得不承认 这一次自己是真的在了 而且是无力挥兵 西部的世界尘土飞扬 险恶的江湖危机四伏 你以为可以凭借自己高超的身手为所欲为 可以坐稳老大的位置 无人撼动 可以嚣张跋扈地解决掉所有对你say no的人 但你有没有听过 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 因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墙中更有墙中手啊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更加令人抓狂 这个糟老头子 浑身挂满了冰衣服 他操起一把长枪 就朝着牛仔小哥轮了过来 当牛仔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掏住了脖子掉在树上 挂下还骑着一匹马 五名西部游侠早就围住了他 这什么情况啊 原来啊 早在三个小时前 这个牛仔打劫了一家联邦银行 当时里面只有一个老头 牛仔掏出左轮手枪要求拿钱 老头说现金都在柜子下面的箱子里 必须弯腰抬上来 没想到 下一条 牛仔一脸懵逼啊 老头接急逃跑 这老家伙也忒狡猾 居然在柜台下装了三把枪 不过还好 钱还在 牛仔把所有信钞装进口袋 从后门溜之大吉 可还没跑多远 牛仔就被一发冷枪射中右腿 他慌忙爬到一口枯井背后 准备还击 随即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银行老头完命地扑过来 一枪拖 打晕了牛仔 那五名牛侠本想等牛仔醒来 在审判执法 没想到 一群印第安人却杀了出来 他们和美国白人有血海深仇 不出半袋烟的功夫 就杀光了全部的牛侠 部落组长看着被吊在树上的牛仔 哈哈大笑 转头离开 因为他知道 用不着自己动手 这个白人牛仔会死得更加痛苦 果不其然 时间一长 马就会饿 这个畜生顺着地上的荒草 一直向前渴 牛仔脖子上的麻绳也越来越紧 再这么下去 真的是生不如死 不过好在 此时正好有人赶着羊群进过 牛仔拼命呼救 但这个牧羊人的枪法 简直是稀烂得要命啊 好吧 总算是得救了 但还没来得及报答救命之恩 远处又跑来一群游侠 牧羊人见情况不对 扭头就跑 原来这家伙根本就不是牧羊人 而是偷羊的盗贼 牛仔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又被抓了起来 这下好了 抢银行的事还没完 又背上了一个偷羊的罪名 不用多说 恕罪并罚 牛仔被套上麻绳 送上了脚型台 他看着围观的人群若有所思 突然 台下一名青春少女引起了他的注意 牛仔怦然心动 姑娘奄然一笑 但很可惜 下一秒 牛仔就被黑布罩头 一力不忽 他永远都没有机会对姑娘表白 该来的总是会来 你怎么逃也逃不掉 世间万事 因果循环 当牛仔走进银行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他的结局 正所谓天道轮回 善客有报 有时候一念之差便是生死之歌 所以做间犯科的事情千万别干 不是每一次都有改正的机会 而比起这个故事 下一个则更加难忍寻味了 一个失去四肢的男孩 在观众面前卖力地表演 他声音洪亮 巧时又如晃 一段精彩的脱口秀 听得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 无法自拔 一片掌声过后 收获赏益无数 男孩是老人从迪拜捡回来的 自幼灯台演出聪明国人 所以取名拜登 他们行走于乡村小镇之间 每一场表演都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 但是最近 随着天气越发寒冷 观众人数锐减 他们的收入也捉襟渐着 大家似乎已经听验了拜登的脱口秀 这么下去可不是个办法 然而就在老人一筹莫展之际 隔壁的乡村大舞台却热闹非凡 那是一支会做算术的神机 是它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计算母鸡 母鸡中的战斗机 哦耶 老人发现了新的生态之道 他不惜重金把计算机买了下来 而拜登的好日子也到了头 老人不再管他的饮食齐居 每天都围着母鸡打转 拜登很明白 自己和鸡只不过是老人的赚钱工具 如今自己不仅没有了任何价值 反而还成了累赘 想到这 拜登感到害怕和担忧 果然 不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白雪堆积的山路上 老人把马车停在了一座大桥边 看着桥下团案极的河水 老人抛下了一块石头 顿时水花四季 他很清楚 这个高度和水深足够了 老人赶着马车 依旧在风雪中前行 而车里摇晃的基隆堂 再也没有了拜登的身影 这是一个阴冷刺骨 弹热的故事 看完 我竟无话可说 难道 拜登真的连一只鸡都不如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